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現在就接近清明了,有人亦都會提前去掃墓,但是我看到一個新聞,這個新聞就厲害了,平時可能你會帶一些東西去燒給祖先,然後可能裝著香,今次他簡直整架車就燒毀了,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?我們看看,大陸近來發生了一宗火燒車事件,山東有一戶人開車去郊區數毛,怎知停車時停車在未識滅的溪錢紙錢堆上,結果這家人數毛數到一半,他們所駕的奧迪直接起火燒著了,整架車就變成燒給祖先下去駕, 根據媒體所講,這件事發生在山東藤州的,他們是當時無注意到停在上面,數毛數到一半,死灰復燃,而且當時消防員是無辦法及時抵達現場,而這家人眼白白看著這架車就燒光了, 那可能這些都是所謂的天意啦,那麼多地方不停,你就停在燒著了的紙錢上面,然後死灰復燃, 可能他早先就想趕快趕快弄回奧迪奧迪內渣啦,但是其實都很有趣的哦,因為你看到,他是有拍到照片,有拍到影片見到那些火剛剛在車底燒著的,那為什麼不叫人馬上去救車呢? 就馬上去救車可能都救得到哦,可能你有些水,馬上去潑溼它都不至於燒毀了奧迪的嘛! 所以這件事我自己覺得都真是奇奇怪怪的啊!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,下面留言啦,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